您现在收听的是KPNG知识营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KPNG知识营浪 我是KPNG安侯建业金融服务产业主持人陈世雄 Sean 碳费征收已经是台湾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台湾环保事务的最高单位 也由行政院的二级单位环保署正式升格 并命名为环境部 日前蔡英文总统出席环境部的接牌典礼的时候表示 希望加速推动碳关税以及碳费相关的一些的机制 还有气候变迁因应法相关执法的修订 并且紧述的推动碳定价 但是考量到对台湾的产业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延后一年于2025年征收碳费 并接轨2026年上路的欧盟碳边境税Seabank 可见国际以及台湾政府对气候变迁议题的因应 以由先前的宣导 完成产业激进冲击的分析 到现在明定出更明确的碳费征收相关的路径图 让节能减碳 由口号变成每个企业 每个人都需要遵守的新经济游戏规则 之前我们邀请到KPMG的专家 分享中小企业进零转型的挑战与契机 并且希望透过银行的金融力量 去了解并辅导中小企业在进零转型道路上面 所遇到的挑战 以及对应的困难 甚至是限制 提供相关的一些的帮助 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继续再跟各位分享 经过这一段时间 监管还有市场相关的趋势变化 尤其是碳交易已经正式上路 加上明年公开发行公司 也要面临财务报表揭露 九项气候相关的资讯 还有今年六月份 IFAS也公布了两套永续揭露的准则 包含了S1 永续相关财务揭露 一般的规定事项 以及S2 气候相关揭露要求 在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永续要求下 银行业者 中小企业 公部门 要如何打破框架 建立良好的绿色金融生态圈 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议题 这一次 我们再次邀请了两位来宾 与我们分享 首先第一位 我们欢迎KBNG 安侯建业顾问部经理 何冠儒 Joshua Sean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Joshua 第二位是安侯建业顾问部经理 陈正勋 Steven Sean好 大家好 我是Steven 节目一开始 先请教一下Joshua 大型企业马上就要面临到年报 也要揭露气候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们KBNG的会计师 也收到了国际最新的一些资讯 并且组织了相关专家 积极参与主管机关 财报揭露修订工作小组 可否与听众分享相关的资讯呢 我们观察到对企业来说 近期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第一个就是 尽管会修改了这个公开发行公司 年报应记载事项 那这个的话就会要求 2024年起的话 上市归公司需要在这个年报 揭露气候变迁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公司治理的态度 然后风险评估等等的九大资讯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 国际永续准则理事会 他发布了这个IFRS的永续揭露准则 那我国的话就是会在 2026年到2028年 逐步适用到所有的上市归公司 所以这两项措施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变成非常的挑战 不过这两个措施的核心概念 其实就是来自于TCFD 那目标就是希望说 利害关系人 他推动整个企业的 生态圈动起来 朝向这个永续进行转型的道路前进 其实在上一集的时候 您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TCFD相关对应的一些的架构 而TCFD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风险 在财务报表揭露上头 它对应的一个揭露影响 那到底在这些大企业 大概在实作上面来说的话 如果要编列到跟财报相关的 或揭露事项是相关的 那到底有什么样实作的困难 而企业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对应的问题呢 好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年报复表 要揭露九大气候相关资讯的话 其中一项就是温室气体盘查跟确行的情形 那这个的话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会变成非常首要的工作 所以企业他必须要有了完整的这个碳排资讯 才能够明确定定他的减碳目标 那往后也才能够根据当年度的这个实际碳排数值 作为是否有达到减碳目标的一个观察的重要指标 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 碳盘查跟确信的这些服务量人 其实有一些不足的情况 那许多企业都很积极的在排队 等待就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 能够提供相关的服务 天哪 我像听起来来说 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一家的企业 他不可能只有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 他可能还有上游 整个产业供应链的部分 那到底这些的东西该如何盘查 那这样子企业会来得及准备这些的工作吗 比较麻烦的是说 因为现在的这个永续报告书 是每年六月底才发布 那年报的发布时间 其实会早于永续报告书 大概有三到四个月的这个时间差异 那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说以后年报必须要强制揭露 这个气候资讯的话 在相关的作业程序上面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相当于是说每年年底 对于企业来说 就要必须开始准备这些 气候相关资讯的一个盘点跟收集 我这样听起来来说 Scope 1跟Scope 2 说不定企业要整理起来都已经很费力了 那如果盘查到产业链的Scope 3 那这整个的东西的作业时间 实在是太赶了 而且你刚刚又有稍微提到一下 年报揭露相关IFS永续的一些的准则 那当然我们会先从大公司开始导入 但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Scope 3还有盘点到供应链 小公司的资源是更少的 他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去 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上市贵公司来讲 他会思考如何配合政府 2050年净零碳牌的目标 那自己当然本身 他的范畴一范畴二的减碳 也是积极管理 那另外的话 他也会思考说 在供应链如何去碳化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会牵涉到如何有效的管理 范畴3的温室起提 那一般来讲 他们会是以大代小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由上市贵公司 带领他整个供应链内的 这个中小企业投入的减碳 我们对于这个中小企业的建议的话 就会其实可以先采用 完整的奇形物地架构来 自我检视 自我盘点 然后可以及早应应 那这样的做法的话 也可以更容易接轨新的 这个IFS永续揭露准则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 许多中小企业对于来说 要做这件事情 也会有一些相当难度 比如说他可能在自身的 这一个音乐活动的情境分析 和目标设定上面 都可能会有一些 实作上的困难 那也会思考说 如何在不增加自身的 这一个营运成本 投入的情况下 又可以达到政府和供应链 进行目标的要求 那这个非常需要 这个跨界的一个合作 这样听起来来说 您刚才有提到 以大代小 大的企业资讯 还有相关的资源 也是来的比较多的 那小的中小企业 在他整个产业链上面来说 的确还是面临了 很大的一个资源上头的 一个挑战 而且一直提到的 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气候变迁 对财务报表的中心 TCFD相关一些的架构 它不仅仅是讨论到的是 所谓的气候变迁的风险 也讨论到对应的机会 而这些东西 其实对公司来说 他就是要把它营运的冲击 都把它揭露出来 那我们谈问到TCFD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请问一下 Steven 我们在上一集也有提到说 KPMG的中小企业 进行诊断诊断的服务 也是基于TCFD的框架是吗 是的 没错 那我们能够用这个诊断的报告 然后也加上刚刚Josha所提到的 不管有没有能力编制 永续书的大企业 或者是资源比较少的 这个中小企业 能够用我们的诊断报告书 来协助他们去进行相关的 永续的这个冲击的分析 甚至是相关的揭露吗 其实是可以的 那如同刚刚Josha所讲的 虽然说现在年报还没有强制要求 中小企业要揭露这个气候风险 不过刚刚您也有提到 现在其实是大企业会先被要求 所以带动到他如果要 这个盘点这个供应链相关的 这些中小企业 其实是会有这个需求的 那不过我们是在推行 中小企业进行转型诊断的 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许多中小企业已经有投入 永续发展 或是进行转型的工作 那甚至是有些企业 他其实已经积极 或是他其实自己 已经有自己编制 自己所谓的永续报告书了 您说的是中小企业吗 真的知道永续报告书 跟TCFD的要求吗 要揭露什么 那就你这样子看下来说 他们的掌握度是真的很高吗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过去其实我们 如同上一集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实力拜访 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所认知的永续报告书 可能都还是在可能回馈社会 或是他自己的办公环境的 一些节电的措施 相关的一些比较基础的 他们认知的 那之前讲的就是中小企业 他对于他自己经营的一些现况 人员使用量 其实经过我们实体的这个拜访 他们其实都还没有做过盘查 像是我们去跟他 要他以前的柴油车 公务车的资源 他都是在当时才收集给我 而且可能都拖了 一个礼拜才给得出来 那所以很明显 他们其实都还不熟悉 这些数据 这些资讯可以拿来 对于这个经理转型 可以拿来做什么 那衍生到针对气候相关资讯的一些揭露 或是所谓的TCFD的框架 就我们理解 他们现在还无暇烦 就是他们现在才出版的永续报告 TCFD这种 对于这个要求更进阶的 其实都还没有概念 这个就我们理解 他们就蛮需要从我们这个诊断去做起 那尽早去规划所谓的近领转型 或是拟定相关的一些计划目标 甚至他们其实我们就希望 透过这个服务 定定比较明确的一些指标 例如未来可能每年减碳多少 或是柴油车 一些能源耗用的降低的实际数字 后来这样听起来 其实中小企业对近领转型 所需要的资源 或者相关一些资讯 他还是需要比较多方的一些资讯的管道 可能来自公部门 也可能来自金融业 那当然也可能来自像我们KPMG 一样的这个资讯顾问公司对吗 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KPMG 希望我们发挥这个影响力 我们KPMG的impact 希望可以协助金融机构 建立起这个中小企业的 近领转型的生态圈 好 那我非常了解 也谢谢Steven的一个说明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Joshua 上次提到台湾金融业 要建立自己的绿色金融生态圈 在责任受限的要求下 应该如何选择对的永续经营企业 去进行相关的受限 这个东西我记得KPMG 有提到一个 在永续经营的上面 金融业要做所谓的 quity portfolio的transformation 那台湾的金融业 该如何掌握绿色金融的机会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国际上头的趋势 以及相关案例呢 是的 这个是非常一个热门的议题 那我们观察到许多的 这个全球银行 其实已经在试图 抓住这个绿色金融的 巨大的一个商机 那采取 他们通常是会采取 这个有影响力驱动的 一个参与方式 来实现整个 经济体的一个转型 所以他们会利用 就是说跟客户 包含 太密集客户 或者是说 非太密集的这些客户 都共同合作来实现这个减碳排 那对于银行来说 我们观察其实 整个启动的速度 将会是非常重要的 占领和扩大 这个转型融资市场的 一个关键 那所以说 拥有这个行业和技术的 一个知识 来加深客户关系 并且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 陪伴客户 支持客户的银行 才是未来时代中的一个 可以领先的地位的银行 像听起来呢 要讨论到就 金融业也在发挥 它的impact影响力 KPNG也在发挥 我们的impact 我们的影响力 金融业跟KPNG的合作 impact加上impact 那这好像听起来来说的话 我们也蛮符合 国际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Josha 你可以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些 成功的金融业的案例 让我们能够更了解 他们到底是如何落实的呢 好 那我这边分享两个案例 一个是英国的银行 一个是韩国的银行 那我先讲英国的这家银行 它是所谓的Lois Bank 就是劳埃德银行 那这家银行的做法 它很先进 它其实我们知道说 除了做减碳 另外一方面就是 利用碳汇的方式 来做一个碳的抵消 那所以这家银行 它是从碳汇这一个角度 来做一个着手 它认为碳汇 它是会从大气中吸收 这个二氧化碳 然后来做一个碳中和 所以说它透过了一个合作方 就是林地信托基金会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 那透过这个伙伴关系的话 它可以在未来的十年内提供一些相对优惠资金 那请这一个基金会 它去提供一些农民的一个推广 然后来种植一千万棵树 那这一千万棵树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吸收250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 那相当于就是说可以消除了这个英国整个碳排的四分之一的量 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 那第二个案例的话是韩国IBK的这个银行 那IBK它的做法的话 它是透过跟这个韩国企业联盟委员会 来做一个商务的协议 那这个协议的话 他们是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 来支持中小企业的永续发展 企业联盟协会它是怎么做 它会找到一家大型的这个企业集团 比如说三星集团 那这个集团的话 它会整个它的这个往来的供应链上面 它会进行这个协助进行ESG的绩效诊断 而且在对于这些合作的供应商的 这个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教育训练 那帮助这个中小企业 可以更早的深化到 它自己的营运的这个模式里面 那IBK在这里面角色就扮演说 通过这个资金融资的方式 来共同实现这一个永续发展 我像听起来来说 金融业还真的是落实 主管机关期望的以大代小的一个概念 它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然后它影响力的 以英国的那家银行来说的话 它甚至可以生产出来的 我们说的净碳的 这个净铃的话 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的碳排放量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是这样子来说的话 不晓得针对台湾的金融业 Gesha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这样子观察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行业来讲 我们认为可以掌握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个的话就是建立这个净铃转型生态圈 那方式的话就是利用这些战略 和是立即的一些合作伙伴 来支持银行本身的这个永续目标 然后并且银行本身应该要加速的 这一个开发新的这一个净铃转型的商品 跟这个业务市场 那第二个方式的话 会希望建议这个银行可以培养这个转型 金融专家 那这个专家的目的 他是可以陪同企业 做一个有效的转型 而且也可以了解说 现在经营环境的一个政策变化 是不是有一些过往的一些机会 可以变成一些商业上的一个利基 那第三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强化这个客户管理 并且缓解企业 他进行这个票率的行为 那这个的做法的话 就会需要银行 他积极主动了解客户目前的 这个企业KPI的绩效 而且在这个监管的 这一个快速变迁的一个环境当中 有效的管理企业本身 他是不是有一个票率的风险 那一面的话 未来我们银行本身受到了一些商业的损害 然后要积极的补救 哇 这样听起来 虽然这些的碳税或者是说 碳费的征收 还是是以这个实体的生产的 无论是大型或中小企业为主 但是金融业在这里面 真的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Steven 你在协助金融业去进行 中小企业进行转型碳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这样的补充的这些资讯 可以跟听众分享的呢 好的 我们刚好在9月4号 其实有一个关于气候变迁 对银行经营中小企业客群的机会 这个一个议题的研讨会 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推广这个银行业 可以建立银行它自己本身 有自己营运特性的这个 进行转型生态权 那我们KPMG是预计是在9月4号 星期一在我们的台北军业饭店 举办这个气候变迁风险 对银行经营中小企业客群的机会的研讨会 那我们在这一场同时 邀请了产观学的专家 为银行业者说明 企业落实ESG的重要性 那还有国际银行业 这个建立净银转型的 这个生态圈的趋势分析 那最后还有一个 辅导中小企业的这个挑战 那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个机会跟业者交流 怎么样建立符合银行 它自己的定位 或是它相关的一些 净银发展策略 自己的这个银行的 净银转型生态圈 那也欢迎所有的金融机构的朋友 或是有永续需求的一些 企业家们都可以一同加入 我们的盛会 我谢谢Steven的一个详细说明 我想这个活动在 KBH发挥 所谓的KBH Impact里面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 一场研讨会 进行转型 是全台湾都要面临的议题 希望可以透过 我们的知识分享 与相关产品的服务 呼应主管机关 以大代小 从银行业来带动大家 建立互相帮助 共好的绿色金融生态圈 让台湾经济磐石的中小企业 可以在充满挑战的未来 持续创造夹击 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Joshua 谢谢Sean 也谢谢Steven 谢谢 期待下次能够再跟各位听众 分享更多银行 或者中小企业 进行转型的趋势动态 KPNG知识营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